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藏主进入拍摄倒计时,陈毅和陈玉琪被爆主演。随后刘亦菲的加入,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 陈毅的英雄传是今年杀青的。网上谣言称《野心》将在未来几天内上映。该剧吸引了众多实力派演员,包括李依彤、陈毅、郑叶诚、萧顺瑶、王千元等,令不少观众充满期待。 陈毅的新剧藏主也在洽谈中。像陈毅这样兼具颜值和演技的高材生,好闻来之不易。 英雄和藏主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。一部级《重生》、《穿越》、《爱情》、《宫廷》等多方面于一体的古装剧《藏主》无疑会在众多观众眼中大放异彩。 徐家三小姐,剧中主人公徐因物闯一时空,联手男主严灵破局,最终竭力改写自己和姐姐的命运。 根据网上流传的猜测,已经确定陈毅是该剧的女主角。 自从演绎出道以来,陈毅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例如朱仙青云至琉璃长安诺、玉军阁陈香木片等。 此次,陈毅加盟藏主担任该剧男一号,大大提升了该剧的档次。 同时,陈毅也和剧中的女主角颜灵十分契合。 剧中少年燕灵,相貌出众,武功高强,为人和蔼,身兼两职,喜怒无常。 不得不承认,陈毅很适合颜灵这个角色。 再加上陈毅穿古装的样子,还挺可爱的。 此次加盟藏主,无疑会给观众带来愉悦的视觉满足。 藏主中诚意的《旧装淘汰枪迷》,是最让人惊喜的。 该剧的女主角许殷甚至在网上发文称,她曾与陈毅琦谈过话。 近年来,娱乐圈让陈毅琦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花。 殷性格酷似唐烟,被网友称为小唐烟。 以天图隆记锦绣未央中的拓拔地香蜜、沉沉浸如霜中的刘莹等耐人寻味的角色,都出自她的手笔。 她在表演方面也极具吸引力。 静阿尹时空中的赵敏等。 此次作为藏竹的女主角,陈毅琦无疑会在众多观众面前大放异彩。 毫无疑问,陈毅琦拥有庞大的粉丝群,尤其是考虑到该剧的女主角魅力十足、脾气暴躁。 再加上陈毅琦和陈毅的首次合作,无疑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CP体验。 除了藏竹中的陈毅和陈毅琦两位知名演员外,据网络传闻,刘亦飞也被转售邀参演。 如此出色的演员阵容,无疑会引起观众的高度关注。 刘亦飞虽然饰演女二号许斯,但她的人设难度极高,想必会吸引不少观众。 女主角的妹妹徐斯出现在剧中。 她虽不幸,却英姿飒爽。 她和丈夫为了保卫自己的清白,家庭和国家,一同葬身荒野。 徐斯的人设和剧情,在第二世界会被反转。 出道多年以来,刘亦飞一直坚持用作品说话,一直让粉丝竞争顺其自然。 据说,刘亦飞之所以选择藏竹,一方面是因为看中了徐斯这个角色,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诚意的戏很好,想和她合作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